七层楼高的看台上,一只可怜的小猫悬挂在半空,爪子紧紧勾住看台边缘,摇摇欲坠。 人们试图在上方拉住它,但就在这时,小猫因体力不知开始摇晃,眼看就要掉下去。 它能获救吗? 在拥有几千名观众的橄榄球体育场内,原本受人瞩目的主角却换了对象。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处上层看台上,一只小猫咪正悬挂在看台边缘,命悬一线。 它不知为何出现在观众席上,也许是现场的欢呼声太大,吓得它慌不择路跌下看台。 不过,好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这只猫咪用爪子紧紧攀住了看台边缘的广告帷幕,身体悬在半空摇晃。 而这里,距离下层看台足左右二十多公尺。 虽说猫咪有很强的跳跃能力,但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难免会受伤,说不定还会丢掉一条命。 更何况,下方还有不规则的栏杆和座椅,现场情况十分惊险。 现场观众见状纷纷为它祈祷,而另一边,比赛也已经暂停。 主办方似乎也想采取一些措施营救猫咪,但时间不等人,猫咪的身体已经下滑到几乎掉在一条细线上,随时都有下坠的可能。 此时,上层看台有观众试图用手把它拉上来,但因为距离不够实在无能为力。 而这一举动似乎再一次吓到猫咪。 于是,非常害怕的小猫咪再次挣扎起来,结果在不断挣扎下,失去力气,小猫咪从看台上突然掉了下来。 不过,好在下方看台,有人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 几个球迷拉起国旗,成功接住了小猫,然后抱起举过头顶,告诉其他的观众们,小猫咪安然无恙。 球场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小猫咪随后被带走检查, 所幸并没有因此受伤。 虽然在救援过程中,受惊吓的猫咪将举其救援的观众尿得全身都是, 但他们却一点也不在意,甚至还很开心。 他们表示,这简直比重头奖还要令人激动和兴奋。 在猫咪坠落的那一刻,在生命的顽强和人性的善良共同作用下, 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伟大的猫妈妈,不离不弃照顾瘫痪孩子, 多大你都是我的宝。 一只母猫将一只残疾的小猫从墙洞里叼了出来, 他想带小猫离开这里,但是无奈, 小猫拖着残疾的后腿又爬进了墙洞里, 母猫不肯放弃,于是又急急忙忙地跑到墙洞边, 再次将小猫从墙洞里叼了出来, 哪怕是出来透透气也好,小猫艰难地爬到猫妈妈身边, 依偎在妈妈的怀里,猫妈妈跳上楼顶的栏杆, 仔细地观察着四周,然后又跳下来将小猫含在嘴里, 试图把小猫带走,但是由于小猫长大了许多, 根本就叼不起来,它显得很无助。 猫妈妈只好在楼顶一直陪着小猫, 毕竟孩子就是它的心头肉。 据房主大姐说,它每天都会爬上楼顶去喂猫, 但是只要有人靠近,猫咪就钻进了墙洞里, 于是节目组只好架起摄像机, 观察猫咪母子的一举一动。 这个墙洞里还有一个下水道, 这是排水用的管道, 当小哥靠近墙洞,想要一探究竟时, 没想到把小哥吓了一跳, 母猫朝着小哥张牙裂嘴, 表示让小哥离他远点。 猫妈妈担心陌生人会伤害他的孩子, 于是小哥拿来摄像探头, 想要伸进洞里看看情况, 但是没想到母猫伸出猫肘, 对着摄像头就是一套组合拳, 是一眼前的陌生人赶紧离开这里, 猫妈妈已经抓狂了, 生怕小猫再次受到伤害, 一顿喵喵拳过后, 摄像头就隐恨西北, 于是大姐和小哥只好离开楼顶, 猫咪等人走后就从墙洞里钻出来, 清理一下毛发, 四氧八叉地晒下日光玉, 母猫在洞口叫了几声呼叫, 小猫赶紧出来表示, 今天的太阳很暖和, 但是洞里的小猫却没有反应, 于是猫妈妈又赶紧钻回洞里, 将小猫从洞里带了出来, 猫妈妈将小猫抱在怀里, 不停地铁视着小猫, 大姐给猫咪放的食物, 猫妈妈每次都是先让小猫吃饱, 自己再去捡, 剩下的残羹剩饭, 当大姐看到这一幕, 心里非常的难过, 由于小猫的后半身残疾, 长期在地板上摩擦, 已经开始发炎腐烂, 还有各种的垃圾, 洞内苍蝇成群, 这让猫妈妈忙得不可开交, 不停地替小猫驱赶蚊虫, 可是, 这只小猫的后腿,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节目组决定, 马上营救这对猫咪母子, 于是在墙洞上面, 做了一个机关, 等猫咪出来后, 再将墙洞给堵住, 然后在墙洞外, 放置一个陷阱笼子, 将食物放在笼子里后, 就静静地等待着猫咪出来, 过了一会后, 母猫从墙洞里钻了出来, 当她发现笼子里的食物后, 慢慢地走进了笼子里, 笼门突然就关上了, 母猫呆在笼子里不停地叫唤, 当小猫听见妈妈的哭泣后, 拖着残疾的双腿, 从洞里爬了出来, 兽医说小猫腿上的伤很重, 需要马上进行治疗, 回到医院后, 医生马上给小猫进行了检查, 由于小猫后腿残疾, 并导致严重的腹泻, 幸亏救治的及时, 但是医生说, 小猫的双腿和脊椎, 已经被碾压得粉碎, 由于时间太久, 永远都无法恢复, 就算经过治疗, 也是终身残疾, 如果不是, 猫妈妈细心地照顾, 恐怕她根本活不到现在, 小猫见不到猫妈妈, 心里非常地害怕, 她大声地哭泣, 只有和妈妈在一起, 她的内心, 才能得到一点安全感, 她就像火红的太阳, 时刻温暖着小猫的心, 母爱是伟大的, 也是无私的, 万物皆有灵, 每一个生命, 都应该被温柔地对待, 愿天下所有的母亲, 都能健康长寿, 在一次拯救失去母亲的两只幼熊后, 一位年长妇女, 没有预料到会收养她们作为宠物, 然而, 在度过了几年的相处之后, 她考虑把她们送回她们真正属于的野外, 然而, 当她遇到困难时, 这些熊, 却出人意料地展示了她们作为宠物的适应心, 邦尼哈特在德克萨斯州出生和长大, 她整个人生都在那里度过, 并且被当地人广泛认为, 是一位勇敢而坚韧的女性, 虽然她几年前失去了丈夫, 但她坚决拒绝离开她们共同建造的家, 因为这里有她真爱的回忆, 当地人称她为老奶奶, 她是一位强大的人物, 曾在卡车司机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 并且擅长自己的工作, 尽管她的孩子们警告她年纪太大不适合长时间开车, 但这位女士非常喜欢她的工作, 拒绝辞职, 邦尼以及非凡的坚韧精神, 有甚的性格和对动物的情感而受到赞誉, 这促使她经常去附近的兽医诊所, 带来各种她救助的受伤生物, 在她数十只被救助的伙伴中, 每周最受喜爱的, 是她多年前在送货时偶然发现的一只德国血纳瑞犬, 名叫比利, 这只狗受了重伤, 似乎已经被路边滞留了几天, 直到邦尼发现它, 救助了这只狗后, 她立即将其送往附近的兽医诊所接受必要的医疗护理, 幸运的是, 由于兽医的努力, 这只狗完全康复了, 为了完全恢复, 这只狗需要充足的休息时间, 邦尼愿意收养它, 从那时起, 它们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并建立了亲密的纽带, 在一个下午的时候, 邦尼正在厨房里, 突然听到后院传来一声兴奋的狗叫声, 透过窗户检查骚动的来源时, 她惊讶地发现她的狗比例带来了两个意外的客人, 当他们带着新朋友走进房子时, 邦尼惊讶地发现它们并不是她最初以为的狗, 而是两只年幼的幼熊, 毫不犹豫地, 邦尼穿过后门已获得更好的事业, 但很明显伴随比例而来的两只动物确实是熊, 邦尼对自己和心爱的宠物安全感到害怕, 她迅速拿起手机拨打当地的动物救援电话请求帮助, 由于对幼熊比较熟悉, 她知道附近可能有一只保护性强的母熊, 因此她采取相应的行动, 以确保自己和比例的安全, 比例和她的新伙伴似乎对这种情况毫不在意, 在邦尼的后院快乐地嬉戏, 邦尼一边与动物救援保持电话联系, 一边专注地观察这些动物, 不去干涉它们, 她对惊吓它们心存戒备, 实话说, 她对如何处理此事感到困惑, 不确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虽然它们看起来无害, 但这两只幼熊身上还有被抓伤的痕迹, 经历了几个艰难的日子后, 它们浑身弄脏, 给人一种完全无害的印象, 动物救援人员通过电话告知邦尼, 这些幼熊很可能是几天前被困的灰熊的幼崽, 不幸的是, 在救援到达之前, 母熊没有抵挡住自己的伤势, 并因大量失血而死亡, 由于该地区熊非常罕见, 它的离世被视为一场巨大的悲剧, 它们建议邦尼把他的狗带到室内, 并在那里等待幼熊离开, 这两只小熊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 看起来也不太可能引发冲突, 邦尼知道如果它们回到森林, 生存的机会很渺茫, 它们小巧, 筋疲力尽, 看起来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 当它看着这两只幼熊时, 它心痛地想到它们失去了母亲而成为孤儿, 它担心它们回到森林后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 决心帮助它们, 它承担起了抚养它们的责任, 第一项任务是让它们清洗干净, 但让邦尼惊喜的是, 当它小心翼翼地用水管冲洗时, 它们并没有给它任何麻烦, 令它惊讶的是, 这两只幼熊和它的狗都喜欢被水喷洒, 对它们来说, 这似乎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邦尼通过与约书亚的狩猎探险活动, 对幼熊喜欢吃什么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它迅速准备了软化的幼犬食物和鱼的混合物, 它将食物盛在碗中, 两只幼熊小心翼翼地靠近, 然而, 它们很快就贪婪地将食物吞咽下去, 那个下午, 一个女人, 它的狗和两只幼熊之间建立了一种罕见的友谊,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两只被邦尼亲切地称为巴姆巴姆和卵食的熊幼崽, 成为它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尽管邦尼已收养众多流浪动物而闻名, 但增加熊类宠物却完全是另一个领域, 尽管邦尼对熊幼崽有感情, 并且对它们具有强烈的保护意识, 但它非常清楚它们作为野生动物本身所带来的危险, 这些幼熊经常在后院嬉戏, 欢快地攀爬树木, 沉浸在它们的年轻活力中, 然而, 邦尼始终保持警惕, 因为它不相信它们会避免追逐任何经过的人, 因此, 它时刻保持着警惕的眼神, 虽然比利试图跟上它们, 但在危险情况下, 它对抗它们毫无胜算, 这两只幼熊已经与邦尼生活了大约四年, 在此期间, 它们已经成长为成年熊, 对许多人来说显得相当可怕, 几个月前, 比利不幸因癌症去世, 只留下邦尼和这两只熊, 尽管它对这些动物有感情, 但这位年长的女士明白 它必须让它们适应野外生活, 并很快放归自然, 有一天, 邦尼从一次漫长的货运之旅返回时, 感觉并不太好, 尽管如此, 她急于继续她的晚间例行公事, 以为自己的疲劳是因为劳累, 却没有意识到她体内存在着一个艰难而危险的情况, 这位女士对此毫无察觉, 尽管第二天早上醒来感觉与前一晚没有改善, 但她还是按照往常的方式度过了一天, 下午, 邦尼和幼熊在后院相互陪伴, 邦尼舒适地坐在门廊上最喜欢的躺椅上, 边边支边观察着幼熊们嬉戏玩耍, 攀爬树木和互相推散, 她完全不知道几个小时后将发生的可怕事件, 过了一会儿, 邦尼从座位上站起来, 走向屋内休息, 仍然被疾病困扰, 然而, 在朝着房子走了几步之后, 她突然倒地并猛烈地摔倒在地, 两只幼熊立即冲到邦尼身边, 试图用轻推唤醒她, 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 因为邦尼没有反应, 他们采取了非同寻常的行动, 一只名叫巴姆巴姆的熊迅速跑到她熟悉的邻居家里, 而卵石则忠实地守在邦尼的身旁, 不断用鼻子轻推她, 巧合的是, 邻居米勒先生刚好在家, 并正准备离开时听到院子里传来的巨大噪音, 当她意识到声音是熊的声音时, 起初她非常害怕, 担心邻居的宠物已经遍野并且即将发动攻击, 当米勒先生走出门面对这个噪音时, 她发现巴姆巴姆正在不安的躲步, 很明显, 她想要她跟着她, 当她看到自己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时, 熊迅速转身向邦尼的家跑去, 稍稍犹豫片刻后, 米勒先生跟随着巴姆巴姆, 尾随在熊的身后, 她到达邦尼的家, 发现她躺在地板上昏迷不醒, 而卵石则守望在旁, 她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迅速拨打了紧急求助电话911, 不久后, 医护人员赶到, 并将这位年长的女士送往医院, 邦尼在那里接受了大约一周的治疗, 回到家后, 幼熊们不得不被约束住, 以免用他们的深情拥抱将她几乎压倒, 米勒先生告诉邦尼, 她能够及时赶到并呼叫帮助是因为这两只熊, 这位年长的女士对她们的奉献感到惊讶, 并决心尽可能长时间地与她们在一起, 毕竟, 这些熊已经成为她心爱的宠物, 这种类型的收容所很不寻常, 工作人员不希望这位女士带走那只狗, 并且阻止她检查狗的情况, 为什么工作人员会这样做? 他们是在隐瞒些什么吗? 直到这位女士看到狗的爪子才意识到有问题, 她立即报警, 作为布朗大学的学生, 杰西卡、威廉姆斯、 Jessica Williams, 期待着毕业的那一天已经很久了, 因为学校规定宿舍内不允许使用手机, 也不允许养宠物, 所以当她毕业的时候, 她迫不及待地给自己买了一部手机, 当然, 她也想要养一只宠物, 杰西卡从小就和动物一起长大, 但几年前他们失去了家里的狗, 她一直想再次养只宠物, 这个愿望本来应该在毕业后马上实现的, 但她在毕业前就陷入了恋爱, 夫妻之间有很多要考虑的事情, 所以这个计划被推迟了。 毕业后, 杰西卡和她的男朋友贾里德、 Jaren, 决定要一起生活, 但他们不想经历寒冷的冬天, 所以他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 靠近他们的家人。 但是, 当他们在寻找住房时, 他们考虑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杰西卡明确表示她想养狗。 不同的狗有不同适合的居住空间和房屋布局, 所以不能随便选择一间房子。 所以他们决定再等几个月, 等到他们有了自己的狗之后再找房子。 于是, 杰西卡开始四处寻找与宠物相关的地方, 同时, 她也想计划他们会养什么类型的狗, 对他们的性格和需求进行一些研究, 她只是在四处看看, 但接下来, 她在收容所网站上看到的一篇帖子改变了所有的计划。 本集是洛杉矶的一只流浪狗, 被送到当地的一个收容所, 她的状况非常悲伤, 眼神也非常沮丧, 但她却拥有杰西卡见过最美丽的眼睛。 本集非常害怕人类, 并且还患有严重的跳蚤过敏, 导致大部分毛发掉光。 可以想象, 此时本集的外貌看起来很尴尬和丑陋。 从逻辑上讲, 如果你想领养动物, 肯定会找一个可爱又健康的, 但当他们寻找新的家庭成员时, 杰西卡无法忘记本集, 她放不下这样一个所在狗舍里没有人爱的狗的念头。 杰西卡和贾里德原本同意等几个月, 但那时, 像本集这样生病并且非常害怕人类的狗还能活下来吗? 为了不冒这个风险, 杰西卡向贾里德展示了照片, 并告诉她本集的故事。 贾里德起初不确定, 但当她看到杰西卡是多么认真时, 她决定支持领养这只狗的想法, 他们希望尽快把狗带回家。 但是那些狗在洛杉矶, 而她们在萨克拉门托, 这是一段16小时的车程。 显然, 对她们来说, 在附近的收容所领养一只狗会更容易, 但杰西卡想要帮助本集, 她们愿意驱车如此长时间去接她。 经过漫长而繁琐的旅程, 当她们最终抵达收容所时, 她们非常兴奋, 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那只狗。 她们走进去告诉接待员她们来的目的。 接待员看起来很震惊, 告诉这对夫妇她必须去找经理和他们谈话。 经理出来后, 她拒绝了杰西卡和贾里德带本集回家的请求。 两人非常惊讶, 毕竟收容所没有理由拒绝他人领养, 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带走本集, 但经理告诉他们, 他们可以领养其他的狗, 因为本集非常具攻击性, 甚至对来往的人大声叫喊。 但是杰西卡拒绝了, 她来了这么远, 不是为了看其他收容所的狗, 而是要把本集带回家。 他们不在乎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怎么想, 他们开了将近400英里的车, 只是为了本集, 而不是其他狗。 如果收容所认为本集具有攻击性, 那么它可能会被安乐死。 本集已经在收容所待了10天, 他们肯定不会把本集留太久。 杰西卡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收容所不想带他们去见本集。 在等候区, 工作人员努力说服杰西卡和他们两个人, 甚至联系了这对夫妇的未来家庭, 这将带来无尽的麻烦。 但是杰西卡完全不为所动, 他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的路, 不是为了听这些毫无意义的劝说, 他绝不会在没有见到本集之前离开。 工作人员嘴里说着干巴巴的话, 最终意识到了杰西卡的决心。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同意这两个人领养本集, 但他们从未让杰西卡先见本集。 当杰西卡和贾里德带本集离开时, 本集感到恐慌, 对于他们和车子都感到非常陌生。 他被带到新家的路上, 并不是那种轻松愉快的旅行。 本集以前从未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他在角落里颤抖着, 杰西卡看着颤抖的狗, 感到非常难过。 后座的角落里有一只玩具, 他们带来给本集在旅途中作伴, 但他甚至没有看玩具, 只是低头坐着。 这只狗并不像收容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攻击性, 相反, 他非常胆小和内向。 每次他们停下来让他上厕所, 当他们把他抱起来时, 他已经发抖了, 而每次贾里德弯下腰去抱他时, 本集都会蹲下来试图摆脱他。 当他们终于到达家时, 他们三个人都筋疲力尽, 因为杰西卡和贾里德不想下到本集, 所以他们决定给他一些空间, 打开门让他自己进出。 他们还给本集很多玩具, 但本集仍然不亲近他们, 他会偷偷溜出去, 然后很快又回来。 直到有一天, 两人意识到本集躺在他们身边, 只要他们动一下, 他就会跑开藏起来, 但他正在改善, 他们愿意给他更多时间适应他们, 更重要的是, 学会信任他们。 一天, 杰西卡在沙发上打盹, 还半睡半醒时, 他感觉到一个温暖的身体在他身旁移动, 杰西卡突然意识到那个重量绝对不是贾里德, 直到他睁开眼睛才发现是本集躺在他旁边。 察觉到本集的靠近, 他不敢动, 怕把他吓跑, 但那是一个转折点, 从那时起, 本集就不再紧张他们, 他会坐在他们旁边, 期待着他们的拥抱, 甚至允许他们为他梳理毛发, 这有助于他的毛发重新长出来。 有一天, 杰西卡和本集在院子里玩耍, 他突然注意到本集走路的姿势很奇怪, 杰西卡立即走过去检查本集走得不顺畅的腿, 爪子上的伤口明显显示有人伤害过他, 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现在杰西卡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初次见面时本集会那么害怕, 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一直说不? 杰西卡非常愤怒, 立即报警, 收容所迅速受到处理。 我相信本集将来会永远幸福, 因为杰西卡和其他人把他从可怕的境地救出来, 并给予他无条件的爱。 至于最后, 杰西卡和其他人把这些钱资养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